哈喽大家好,欢迎你们回来到我们的频道啦 我是卓格拉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2022年生肖暑机的朋友们 你们的这个年运程啦 那么在我们开始之前呢 记得一定要按赞订阅还有打开小铃铛哦 否则记下去卓格拉发布的影片呢 你们都不会收到通知的哦 那么暑机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2022年呢 你们的这个健康运势呢 是比较不理想的 是只有两颗星的运势啦 那么由于呢受到这个养肋胸心的影响 会给暑机的人呢 在这个健康还有安全的部分呢 带来一定的威胁 所以呢在平时的生活之中呢 要处处谨慎小心 当身体发生一定的变化 比如胸闷睡眠不足 脱发这一类的问题的时候 要及时就医检查 不要因为小的病情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啦 此外呢在涉及安全问题的时候呢 要保持警惕 暑机的人呢在2022年的时候呢 要格外的注意自身的安全 尤其呢是开车的人士呢 要特别的注意要遵守交通规则 不要闯红灯 也不要胡乱变道加塞 不可疲劳驾驶 也不可久后驾驶 以免引发交通事故啦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生肖暑机的朋友们呢 你们的这个感情运势 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呢 生肖暑机的朋友们 你们的感情运势呢 是非常的好 而且呢是有四颗星的运势哦 当事人士的魅力和桃花运呢 有所上升的 脱胆的意愿呢也很强烈 也有亲朋亲友呢 会为暑机的朋友们呢 你们去介绍这个对象的 那么再加上呢 暑机的朋友们呢 自己本身的沟通能力呢 也是非常的好 表达能力很强 所以不管在什么地方呢 都很容易吸引到异性的目光 虽然说脱胆不是很难 但是如果想要脱胆的话呢 也要表现得主动积极一些 在开始一段感情的时候呢 一定要用心的去维护经营 不要太过于高冷或者是被动 不然很容易因为自己的原因 而错失了这段感情的 尤其呢是暑机的男性呢 有必要加大在感情之中呢 这个物质的需求 对恋人呢需要大方一些 不要过于计较金钱这一方面的问题 如果表现得过于吝啬 会给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 也很难让感情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啦 不过万事的桃花运势呢 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尤其呢是对已婚的人士 如果掌握不好与异性之间的这个关系 没有保持好这个距离的话呢 会对你们的家庭呢 带来一定的伤害哦 导致出现这个婚姻的危机啦 因此暑机的朋友们 记得一定要保持好与异性之间的这个距离啦 那么如果发现到 对方可能对你某一些的情意的存在 那么要及时的早早的 把他们给掌断它啦 否则对你们的婚姻 对你们的家庭呢 肯定会带来一定的伤害哦 好那么来到这个虎年 2022年哦 生肖暑机的朋友们 你们的事业运势呢 是非常的不错的哦 有五颗星的运势啦 在日常的工作过程当中呢 有望得到贵人的帮助与扶持的 暑机的人呢 个人的能力呢 也非常的出众优秀 只要脚踏实地的 做好本质的工作 就能够迎来丰厚的回报 对于那些干入职场的暑机的朋友们 在2022年的时候呢 你们也是大展存脚的好时机 虽然有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的小披露 不用担心呢 有所事来访 虽然呢有时候呢 会因为自己本身的经验不足呢 而出现一些的失误小瑕疵 但瑕不掩瑜 整体状态呢 是非常好的 在2022年呢 只要愿意付出努力 就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平台 施展才华 让其他人刮目相抗啦 对于从政的暑机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2022年呢 有较好的升迁运势 再加上呢 身边有贵人的协助 要好好把握这一次的好机会啦 很快呢 就能够出人头地 实现呢 自己本身的理想与报复 不过呢 虽然在2022年的时候呢 暑机的朋友们 你们的这个失业运势呢 是非常的好 但是记得 千万不要出大招风 平常的时候呢 做事情呢 要尽量保持低调 不宜过于张扬的啦 好不好 那么来到财运的这个部分呢 2022年的时候呢 暑机的朋友们 你们的财运呢 也是表现得非常的不错 也有四颗心的运势哦 虽然有凶星的影响 但是并不会给你们的财运呢 带来太大的伤害 不过呢 也不能因此呢 而放松了这个警惕的 在选择这个理财产品的时候呢 还是要多加谨慎小心 多做市场调查 去可以综合多股项目考虑 不要把资金呢 投资在一处 以免呢 因为投资不但而造成严重的亏损啦 此外呢 2022年的时候呢 暑机的朋友们呢 也不要轻易的相信他人的怂恿 在选择做投资这一部分的时候呢 可以多与家人去做一下商量的 千万不要太过于满目冲动的去做决定 另外呢 在外出的时候呢 也要看管好自己本身的个人私人物品 特别呢 是在这个精气啊 钱财啊 电子产品 这一类物品上面 也记得不要携带太多的现金 一面遭惹贼人的觊语啦 好不好 好 那么以上呢 这周哥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2022年生肖暑机的朋友们呢 你们的这个年运程啦 那么接下去呢 周哥拉呢 也会跟大家分享 九宫飞心如何要去破解的啦 好不好 那么记得要把影片呢 分享给你们身边的朋友们啦 尤其呢 是这个生肖暑机的朋友们啦 好不好 好 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的话呢 记得要按赞订阅还有留言哦 我们下个影片见啦 谢谢大家 by bwd6